嘿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吗 欢迎再次回到Hussein's Drama 我的视频博客平台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Hussein 那今天又到了星期四 给大家带来一期 关于怎么样拍照片的视频教学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五个关于你如何去 快速提高你的拍照质量的 小小的技巧 那我们今天废话就不多 直接进入第一个技巧吧 第一个技巧 找到柔和的自然光 可以说光线在整个摄影科学当中 起到了一个非常 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如果没有光线就没有影像 没有影像就没有照片 因此我们在拍摄一张照片的时候 首先要去找到一个好的光源 那么比如说你在一个 晴天室内的情况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你的被摄物 移动到一扇窗户的边上 利用由阳光透过窗户 所形成的这种天然的 经过柔化的自然光线 来进行你的主要的光源 进行拍摄 会让你的照片质量提高很多 那如果你在一个室外的 一个情况下 尽量避免在晴天大太阳下 中午的时间进行拍摄 因为那个时间的光线太过于强烈 不够柔和 怎么样的光线更加柔和呢 那在那些阴天甚至是多云天的情况下 光线会比较柔和 同时如果在太阳天下面 你也可以找到一个阴影的地方 比如说桥下面 比如说树荫下面 去进行一些人像的拍摄 就可以使你的被摄物 在脸上的光线更加的均匀 更加的柔和 拍摄的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拍摄时间 就是在于黄金时刻 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以去百度啊 Google啊搜索一下 什么叫黄金时刻 因为在那个时间所拍出来的照片 它的光线不止柔和 而且光的颜色 光的这种色调也是非常美的 这是一张在同样的场景下面 但是在不同时刻所拍出的照片 前者是在中午左右的时间所拍的 后面呢则是在一个黄金时刻 也就是日落的时候所拍的 你们自己可以比对一下 这两张照片之间的区别 哪一张你们感觉会更加好一些 第二个技巧 从不同的角度去拍照片 实际上对于一个同样的被摄物 你拍摄它的角度不一样 最后所产生的照片的效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张好的照片 无非是一张与众不同的照片 而一张与众不同的照片 无非来自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所以你在拍摄一张照片的时候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 别人不曾找到的角度 去拍摄它的时候 这张照片最后所呈现出来的质量 往往是很高的 比如说你在拍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作为一个大人 你可以站着往下拍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同样你可以蹲在地上 平视地拍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照片 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情感 和它背后的故事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们可以在拍摄的时候 多去尝试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角度 最后拿回来看哪些照片 你更加喜欢一些 那就会成为一张 你比以前有进步的照片 第三个技巧 穿过某一样物品进行拍摄 在这样的一个技巧 使用过程当中 你可以让你的照片 变得更加有这种 三维立体的感觉 更加有这种前后紧身的感觉 就比如说 你要去拍一个物品的时候 你可以除了只是 平面的去拍摄这个物品之外 你也可以在你的相机的镜头前面 去放一个物品 由你的相机去穿越这样物品 对这个背摄物进行拍摄 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是你对焦是对焦在你的背摄物上面的 而你穿越的那个物品 它会在你的整个的相片里面 成为一个焦外的虚化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构成在构图上面构成一种 前后有一点点反差 同时对焦也有一点点反差的这种状态 会让你的照片变得更加有深度的同时 也会变得更加有意思一些 那可以选择去穿过的道具 其实可以发挥想象里有很多很多 你可以穿一片树叶 穿你的手指 穿过一个你的手机的屏幕 甚至是穿过一面窗户 穿过一个女人的头巾等等等等 这样你在拍摄的这样的物品 和人像的过程当中 会实现一些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这种前后的景深的感觉 第四个技巧 简化你的背景 实际我们在照相摄影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你尽量的把你所想要拍的东西 放在镜框里面 而把那些你所不需要的东西 全部从你的镜框里面拿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要拍一件物品的时候 你发现其他边上杂乱的东西太多 你就可以离你的物品 再走近一步走近一步 这样你的画面当中 就只出现你的物品 就不会出现其他杂乱的东西 我们在拍人像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 很多人犯的错误 就是它的背景非常的杂乱 非常的纷乱 然后你就会看到 突然之间有一根树枝 从这个人的头的这边出来 然后背后还会有一些 红红黄黄绿绿的东西 来影响观看者的眼睛的注意力 这种照片都是非常非常乱的 非常非常不能够把人的注意力 集中到一些你想要突出的部分上面 因此简化你的背景 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拍人拍物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找一面纯色的墙 黄色的墙 蓝色的墙都可以 还有你可以找一些灌木丛的 这样的一个树林 这样你的背景就是全部由绿色所组成的 如果你的背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乱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去找到一片干净的区域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把你的相机的光圈开到最大 然后把背景虚化掉 主要的focus 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焦距 对准到你要拍的人像或物品上面 就可以让背景的这种干扰没有那么的明显 第五个技巧 打破所有的技巧 打破所有的规则 摄影虽然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 它是一个艺术形式 它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它有自己的构图学 几何学 光学 色彩学 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你数不清的学问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它也只是关乎于一个人 一台相机和一个景的这样的故事 你要拍出来的照片 最终只是反映出你这个人 对于世界的观点 所以你作为一个摄影的主体 你作为一个摄影人 你所需要做的事情 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拿着你的相机 更多的走出去 拍更多的照片 记录更多 你觉得值得记录的东西 你觉得美的东西 你觉得值得留在你的记忆当中 回忆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瞬间 你更多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会把你的世界观 通过你的照片的系列来呈现出来 塑造出一些你自己 有你自己风格 有你自己特色的世界的这样的照片 这种照片我认为才是最好的照片 好了 以上就是五个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技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拿你们的小本子 把这些东西重点都画下来 都记下来了呢 Anyway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这样的五个技巧 可以在你们拍照片的过程当中 可以帮助到你们去拍出更多优秀的照片 更多高质量的照片出来 那你如果喜欢这期节目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 投币 周藏等等按钮来支持我 同时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 没有成为我的粉丝的话 也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和订阅按钮 来成为我的粉丝 这样每周看我Vlog的同时 还能够学到一些摄影和摄像方面的技巧 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 再见 by bwd6